一个个活泼欢式的孩子 为什么丧失了行动能力 原本和顺的妻子 为什么突然变得疯狂 是什么样的厄运 让美好的家庭陷入崩溃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一个母亲的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夜深人静的夜晚 这个小院突然发生生死历劫的争吵 年近六十的女主人 气急败坏地向她的丈夫提出离婚 我都给她说命令 我说咱俩 实在不忠咱俩都离婚 高淑珍是个快六十岁的乡下妇女 到了这个岁数了 又生活在相对传统的农村 离婚按常理来说 不是她要走的路 就算是婚姻不够美满 这三十多年都过去了 怎么就不能继续过下去呢 可是高淑珍却说 丈夫总是和她憋着劲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掀桌子 而且对她的生死是不闻不问 这样的日子她过够了 经常性的家庭战争 引发了高淑珍离婚的冲动 那么是什么样的矛盾 使得一个组合了三十多年 而女双全的家庭面临分解 高淑珍与丈夫对质的焦点 集中在儿子的身上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 难道高淑珍的丈夫 对儿子做了什么 无法原谅的事情 让身为母亲的高淑珍 忍无可忍 年近六旬的夫妇 却因为对儿子的不同立场 而分道扬镳 那么儿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给这个家庭带来如此的震荡 高淑珍说 儿子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病 二十一年前 身怀六甲的高淑珍满心欢喜地到医院检查 而医生的一句话 却让他近乎绝望 我让我隐气 他说你离我爷阳叔叔一多 你这孩子有毛病 也不过咋患 有个咋症 他没这儿说过 他比你这正常怀疑 那个都处着瞎子 高先生 这两个都差这么大块 面对医生的告诫 高淑珍心存疑虑 胎儿的非正常状态 莫非是自己此前的药物所致 正当高淑珍思前想后不知所措时 又一个诊断 驱散了他心底的阴霾 他说的那个 我们这个鼻巢看这点毛病没有 他这个他高肉眼 跟着我高这个 几期昨天 一点毛没有 人家说的也对 他说你头是个贵妮 你都到跟前的 你一直亲 再摇一个也不容易 我都听他的 果然如高淑珍期盼的那样 他生的是儿子 而且特别的欢事 可是儿子四岁时 身体似乎一夜之间 发生了变化 为了给儿子治病 高淑珍倾家荡产 在各大医院奔波五六年 医生明确告知 高淑珍的儿子的病 无法医治 有的医院干脆 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医学上的绝望 并没有击垮 立国求生的欲望 在母子携手努力下 立国死里逃生 但侥幸的存活 并不能使他安于现状 他向母亲提出 上学的要求 儿子残疾 但智力没有问题 高淑珍决定 让孩子上学 他带着儿子 来到离家最近的小学 尽管嘴上说 如果出现闪失 不用学校负责 但是危险明显存在 高淑珍为此日夜担忧 母子的哭泣 并没有换来学校的挽留 为了安抚儿子尽快离开学校 高淑珍突然说了一句 连他自己都非常吃惊的话 对高淑珍来说 儿子的命比读书更重要 他认为残疾孩子在学校 不仅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而且还遭人歧视 所以高淑珍应该说是 很残忍地就中断了 儿子的血液 儿子的血是尚不成了 可他随口说的一句 在家里办学的话 当时也只是安抚儿子的权益之计 儿子却听得真真的 认定家里的学校 一定能办得起来 面对儿子期待的眼神 高淑珍并不理会 说归说 做归做 高淑珍眼下 还有比孩子读书 更加让人着急的事 为了尽早还清儿子治病欠的债务 高淑珍做起袜子枕金等家用品的小买卖 在高淑珍的头脑里 一直认定做生意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因此他整天在远离村庄的各个地方沿街叫卖 不经意间他发现所到之处 有好多残疾孩子 不甘心孩子刚一出生就不幸离世 这位家长背着孩子赶往各大医院 可医生的诊治却惊人的遗止 无药可治 这个结果让全家人丧失了回家的勇气 没人我家走 我说特别不爱走 不爱真假 不爱真状 旁边他打的 拿回来 你这孩子真好 可你说根本 你说的是 活不畅 你说再不咋个 你别人说 特别不爱真假 没人我都给他死 他说我一说 不嫁了 不真假了 不过这 没过去 被医学判定随时都会失去生命的孩子 尽管存活的时日远远超过医生的预期 但全家人还是看不到希望 看这家人哪个学校哪个学校 不要 他咋一样 你这哪个楼谁管呢 整畅校都管不过来 你哪控管咱们这孩子 都用诊着拜 都拜不懂 拽态很疼吗 不疼 没感觉 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 走说连着给他拜 那摸点 舒坦点 别从这心里长着 我都拜不懂 不是小的时候 小生 总是 和他肉给他挣 都挣不了 你看这手 他从边看这时候 哪个借过都给我吃上去 一点挣不了 你的腿是怎么不好的 从小就怎么样 偏生的 偏生的 从小就没有站起来走过 对 以前上过学吗 没有 没有啊 简直上别的都不杀 他不是拿针子的 这翘不起 我们都不要 我们能要 这你女儿 对 想大了想干什么呀 我想当老师 因为当老师可以 教更多像我这样 让他们也认识 懂得更多的知识 你到个别的学校上学吗 没有 高淑珍说 他见到的残疾孩子几乎都没有上学的机会 最令高淑珍唏嘘不已的是这位小姑娘刘霜 她的病发使得原本乱作一团的家庭雪上加霜 刘霜的父亲说 因为孩子的母亲有精神问题 对孩子疏于照顾 一次重感冒之后 由药物引发了泪风湿 孩子病了 本应该母亲照料 可是母亲看到女儿走路的模样 病情越发严重 病情越发严重 每见到一个残疾孩子高淑珍内心都会隐隐作痛 这些孩子的身世远比自己的儿子更加凄惨 这位他一开门他把他瞅着我 我说你是做啥的 这位他也不智商 他也不跟他喜欢他乐 他刚在房里面来 这位他说我 他说你上学不着 我说没我 那个小猪猪说 我起来的要上学校 我说你咋不起来 他们都打我都撂我高端头子 我也打不过他们 残疾孩子的身体已无望之好 但没有书读 这些孩子今后的出路在哪里 高淑珍觉得 他们所面临的是和儿子一样的困局 想到整日哭喊着要上学的儿子立国 想到自己曾经的许诺 高淑珍内心非常焦急 可是半学 对一个农家妇女来说谈何容易 就连残疾孩子自己都觉得 这只是一个空想 半学得有老师 高淑珍请不起老师 他将目光锁定自己的女儿 这时的女儿国光正读小学五年级 为了能够读书 女儿国光主动分担家务 由于家境贫穷 她想着发节约上学成本 她用捡来的铅笔头写字 可是初中时 因为一根雪糕 原本支持女儿读书的高淑珍 改变了主意 假科他们买这儿吃 妈说给你 我呀 我蹲车所去 装着节手去 她 我说他们天天买 国光你天天蹲车所去 我说指个到中 为了免除同学买雪糕时 自己的尴尬 国光总是以上厕所的名义 有意避开 因为家穷 将女儿逼到这种地步 高淑珍于心不忍 我妈家好一宿 那个嘴子中人不大 我妈再回 她也心疼我 再回我妈说 国光她要回我 你都别上校去 高淑珍把女儿 从学校拽了回来 她之所以这么果断 是因为她已经 有了新的打算 她让女儿 给残疾孩子当老师 我说你教他们吧 接受不了啊 自个儿总哭啊 妈你说不让我年数 好好的有个人 你都让我教他们 我说我不教他们啊 我说你我 刚这么年轻的年 我说就我不教他们 15岁被迫离开学校的国光 决定离开这个 让她读书梦断的家 她要到城里打工 我还跟我妈打牙 这回 她说 我说你说 说出个缘缘来 不让我去 有啥不让我去 这回我妈说 嗯 他们到这上班的 在外头打工 搞个对象跑了 我们三口子咋办呢 虽然在母亲的阻挠下 国光没有外出 但对于教残疾孩子 读书的事 在母女相持一年后 国光依然是一口回绝 我跟都死 留在条线的那里 我肯定是班长 为了儿子的生命健康 不再受到威胁 高书贞呢 让儿子退学了 为了不让贫穷 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 高书贞让女儿也退学了 作为母亲啊 高书贞的做法 很多人并不理解 但是接下来 高书贞的选择 更是出乎人们的意料 因为高书贞 她真的想办学校了 高书贞可是个 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啊 没有多少文化 又没有钱 她凭什么 把学校办起来呢 从让女儿退学 教儿子读书这件事来看 她重男轻女 如果单纯从贫困角度来 中段女儿学业来看呢 高书贞呢 又有着强烈的自尊心 这样一个性格的母亲 这样一个一根筋做事的女人 将会给这个家庭 带来怎样的动荡呢 那么不肯就范的女儿 又将会与这个强势的母亲之间 产生怎样的冲突呢 明天请继续收看道德观察 我是徐骏 明天见 一个个活泼欢式的孩子 为什么丧失了行动能力 原本和顺的妻子 为什么突然变得疯狂 是什么样的厄运 让美好的家庭陷入崩溃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一个母亲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